明偶風雲匯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吐傑 白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 準時收聽風雲快信 多謝各位支持本人吐傑的Patreon 也在節目中 《燃油未盡》的內容在Patreon上繼續深入討論 還有鮑偉聰先生的Patreon 也非常歡迎各位加入 這幾天 中國和台灣方面的最高領袖都有不尋常的動向 首先是中國國家主席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最近被指為新隱 低調和隱形了很久 最近美國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沙利文訪問北京時 除了見習近平在建議之前 還指定要求見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悠俠 內容雖然沒有詳細公佈 但是一個民官的國家安全顧問去訪問北京 不只是蘇利文 就算是連布林肯都從來沒有同時 是要見中國軍方的代表人 這次蘇利文就提出要見張悠俠 而且張悠俠見他會面的時候 那個滿面笑容 是一改以前出席的中共代表大會的嚴肅 那種表情也讓美國西方有很多的猜測 就是美國是否已經有些準確的情報 覺得這個軍方的人物的權力是上升 而習近平的權力是下降 因為這個確實是不尋常的 你沒有理由只要去指名去見張悠俠 而習近平又竟然放張悠俠 這個中央軍委副主席出來跟沙利文說話 是不是 因為這個軍方應該對軍方 如果這個軍委副主席要見人 就應該去見美國的 起碼都是國防部長 或者太平洋軍隊總司令 所以中間有一些是不尋常的事發生 也都是有某種的變化 果然在9月3日突然間中國的三大官方報紙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 還加份《經濟日報》 就出現一個四張報紙全版 是出現一個報復式的習近平超級霸版的一個現象 這個現象更厲害的是抬頭看九星聯珠 就是九個星球是列成一線 你看看 標題一樣 版面一樣 圖片其實也是一樣的 就是《習近平分別會見出席中非合作論壇》 《北京峰會的部分非洲國家領導人》 你看看四張報紙 各位有一個電視的屏幕 看看這張圖 真是不可錯過的 是一個奇觀來的 然後裡面那些文字全部是照抄 裡面見這個見那個 那些非洲國家領導人的名字都會叫不出的 習近平會見江國金總統 會見馬里總統 會見科摩羅總統 會見吉布提總統 吉布提是重要一點 因為中國在那裡租借一個軍港 會見什麼阿納特里亞總統 這些國家名字你聽過沒有在哪裡 多個總統會見西塞爾總統 會見吉布提總統 這些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個非洲小國的黑人總統 就是習近平分別會見 都挺累的 你知道嗎 會見都不知道他講什麼 是否講非洲雞特別好吃 還是那裡天氣很熱呢 就是四大傳媒版面全部一樣 哇 步伐或一和那些擺明 這些是一種上面有指引 說一定要見步 下面就叫做報復式 跟你推得準 兩邊都在那裡報復 如果四大傳媒的版面完全一樣 反而是不正常 所以這個局勢值得繼續留意 但是另一方面 台灣總統賴清德呢 也都是霸了位 霸了什麼呢 是霸了美國傳媒的頭位 他曾經出現過時代周刊 做過封面人物的 他最新呢 這個賴清德 最新發表了一個講話 這個講話很厲害 是吧 就是直指中國方面 其實中國很多民間的人士 都在那裡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賴清德接受台灣的傳媒這個轉訪 面對面單對單講心事 是吧 這個呢 台灣這個傳媒 跟這個主持人對話的時候 就說你中國時時 要領土完整為理由 就想噴平台灣 他說呢 為什麼中國不收回俄羅斯 佔有愛輝條約所簽的那些土地 賴清德本來這麼說 就沒有什麼深意 這件 這個問題很多人都問過了 包括了 香港的1980-1981年 《明報》的老闆兼著一筆查量容 也都在社論上質疑 為什麼中國要收回香港 對嗎 蘇聯那個時候 俄羅斯佔了這麼多的領土 烏蘇里江爾 東黑龍江爾 為什麼你不優先收回 這些問題是幾十年來 中國民間都有問的 西方的媒体是非常关注 纷纷转载了 这件事你怎么看呢 白先生 虽然赖清德 其实很多网络上 甚至我们都评论过的问题 就是如果要修复 不平等条约 签订下来的中国领土 为什么独决了 俄罗斯乌苏里江以东的地区 因为这个就是在历史上 大家都众所周知 外辉条约和 这个中俄北京条约里面 割让了大批的土地 二得必系 现在所谓的海参威 其实俄罗斯已经将它重新命名为 普拉迪欲斯托克 这个海参威曾经在 应该是一两年之前 庆祝它开港几多百周年 竟然中国官方还转载 作为一段新闻去报道 这些是丧权欲国的行为 如果根据赖清德的说法 赖清德其实它是明知顾问的 因为它都知道 中国肯定不会向俄罗斯拿回领土 也都没有能力去拿回 而最重点是它点出一件事 这个中国提出的 所谓台湾领土是属于中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个理据 是因为来自这个不平等条约 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之下 割让了 那么它用回这个推论来反证 其实中国并非以领土为目的去收复 是想改变这个国际秩序 那么它是用这个反证的方法 去告诉全世界知 中国提出来的桌面理据并不充分 因为只要用俄罗斯 它侵占了乌苏里江以东 包括海参威这些城市 中国无意收回就知道 其实它是双重标准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只不过其实它暗示一样什么 暗示它除了所谓改变的国际秩序 这句话都很幸运 不过再具体一点 这个国际秩序是什么 当然是以美国为首 整个印太地区这个秩序 再细分一点就是 有关于全球的供应链 特别是晶片的供应链的世界秩序 就是以台积电为首 整个台湾的晶片产业的供应链 中国是有意将它取代 变成自己的郎中之物 或者改变成为 它控制之下的供应链 这个就是赖清德没有宣之于口 但是其实它点出真正目的 因为它没必要将台积电摆上桌 也都作为总统 它不应该点名 但是其实它的潜台词 是暗指改变这个秩序 所以这次赖清德其实是 用了一个叫做巧妙的方法 去点出告诉大家 其实那个中国的目的在哪里 这个蔡英文在两任都没试过 或者第一任都没试过一上台 就接受了一个这样的访谈 是直击要害讲得这么坦率 这个赖清德这个访问 是受到德国的时代酒报 英国卫报 美国的newsweek新闻周刊等纷纷转载 还有大陆那方面也有很多网站和媒体 就看得出 就认为这次赖清德这个 这么高调的宣示是一种带有 不要说破坏性 是挑衅性 是引致中国是要回应的 而东欧方面也引述 赖清德说在俄语圈里面 就在俄罗斯也引起 这个非常热烈的讨论 因为事源就是2020年 这个俄国高调就在海参威 也就是俄国所声称的 在俄罗斯特克举办建成160周年的庆祝 这个庆祝典礼仍是非常侵略性和很串 在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的网站 向中国人宣示 并且严正宣称 他说今天在俄罗斯特克建成160周年 建成于1860年 当时俄国人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军事港口 称为胡莱迪·沃斯托克 在俄文里面就是统治东方 19世纪末 这个港口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大型港口 以及工业城市 成为俄罗斯海军在太平洋的主要基地 当时是2020年7月1号 简正你中共 这个所谓的党庆那一天 就有超过14000名中国人 这些人是转发7万多人 是怎么赞的 是大赞的 知道吗 这次赖清德针对这件事 确实是说得很有理性的 既然是这样 那你就收回那里吧 这个说回简短的历史 就是在1860年的时候 当时那个满清 是刚刚好是封皇帝逝世 然后发生新游政变 然后这个同治皇帝即将上位的时候 这个俄罗斯沙皇体准你的满清是职弱 在那时候就引起一些的领土的纷争 然后就割了乌苏里江以东这一大片的领土 然后跟当时六神无主的大清国签署爱辉条约 跟着几年就签了这个黑龙江以北的 那个叫北京条约 占了两分 当时趁你大清就不是这么病的 当然这个鸦片战争结束了 英国就占有这个香港 已经引起西方列强对于东方领土的兴趣 但其实严格来说 那时候的大清国在乌苏里江以东 和整片黑龙江都是满洲人的乡下的后花园 这是满洲人割让的 老祖宗的地方 还有其实那时候不止这块 连现在俄罗斯非法占领的副业岛 那时候其实都是大清国 是定期派人过去巡察过 是大清国管有的 副业岛 知道吗 不过后来 幸好在日俄战争之后 这个日本人是为亚洲人争了一口气 就战胜俄国占领了副业岛 就改名为叫华泰岛 但是很不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又被苏联派兵去抢了 所以这个问题 回到历史自古以来 如果要收回乌苏里江以东 就应该寻求和日本合作 没错 陶先生 其实是显然异明的 其实我们也说了很多次 在电台时也说过 你没有这样的胆量 老老实实 你也没有这样的军事力量 但是如果你说乌苏里江以东 和黑龙江以北 加上富业岛 你和中国提出和日本 我们一起合作 组织联军 在普京适当时就抢回这三个地方 然后富业岛正式归还日本 恢复叫华泰岛 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以东 收回来就和日本一人一半 这样就有见识性了 现在我们要有见识性 所以针对赖清德这个挑战 中国最有见识性的回应 就应该立刻找日本岸田文雄坐下 不如我们联手 不要管台湾那些 台湾很湿碎 这块才是大的 这个到时 华泰岛就是富业岛 连于北方四国 完全归还给日本 乌苏里江以东 改一块 和黑龙江以北 中间华泰岛在那里给日本 然后中国的领土 你就自动扩张 或者你租借 富业岛送给日本 北方四岛 然后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以北 你就租借给日本一百年了 这就是有见识性 你做人你不要那么蠢 邓小平说你不要那么僵化 所以对回应赖清德这些挑衅言论 完全有办法 而且让你一言惊醒梦中人 赖清德这样说 反而是坏事变好事 是不是 陶生 不要说和日本合作 就算在中国官方 你都找不到任何外交部的发言 会说乌苏里江以东 富业岛包括现在的海深威 是自古以来属于中国 还有声称这个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试试上网找 中国外交部有个够胆 做都不够胆做 不要紧 起码你要说 就是等于台湾 你没有本事没有能力收复 但是你日日吹咒的嘛 台湾是中国的不可分割一部分嘛 反对台独势力嘛 那你也可以说 但是说也不敢说 不敢说就是不是 不敢说就是说 那个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哥以北 不是自古以来的中国领土 但是他有一个技术的争议 就是自古以来是满洲人大清国的领土 现在大清国不存在嘛 满洲已经基本是抹灭族和融入汉人里面嘛 但是那里一大幅 你无端端又被那时候 俄国佬占了你的气是不信的嘛 那你就要有解放思想 有 有新的做法 有解放思想 你不需要说是收回的 我举例 我当那些2020年的中国网民失心疯和傻了 他不知道什么事 结果走去点赞海深威开港160年 这些俄罗斯的纪念日 他走去拍手掌 那这些卖国啊 汉奸行 我不讨论 我当民间不懂事 我看看 在这个今年7月26号左右 就是一个月之前 中国艦队分别抵达海深威、圣彼得宝 参加俄国海军节活动 一个月之前 中国海军 虎山艦、郑和艦组成的艦队编队 抵达 俄罗斯的普拉迪欲斯托克 就是海深威 还要用别人的那个命名 不敢说是海深威 展开四天的友好访问 和庆祝俄罗斯海军成立320周年 庆祝的活动 我觉得不要紧 你没有能力收服我理解 你不敢出声跪拜普京 我都理解 但是你竟然派自己中国的战艦 走去海深威 还要改名 还说那里叫做 普拉迪欲斯托克 一起庆祝海军300多周年的活动 身为中国人解放军 你们自己知不知道 这个自古以来是属于中国的 你还去去参加别人的海军庆典 这些是什么行为 有没有人去问外交部发言人 鲍先生你也是书生 又书生 感情充沛 我对这些事没有感情 你没有感觉 就是说中国已经确认了 海深威 不是中国的领土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第二个选择 就是正式由外交部发言人 告诉赖清德 赖清德搞错的基本事实 罔顾事实 就是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以北 自古以来都不是中国领土 这个所谓的中国 是指汉人定义的中国 就不计满洲人都可以 不然你那一笔被他刮得很正确的 你要刮回赖清德回头 所以就是这样 好了 这不止赖清德的讲话里面 还有一点很微妙 他说就向主持人说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即是回应了指控在赖清德 台湾会台独这些种种的外面的谣言 这个是用一个语言艺术 将以前马英九所说的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然后就是各自表述 是有少少的不同 他说以前就是 李登辉的时候 就说中华民国在台湾 中华民国在台湾 在语义学道就是说 中华民国的领土 本来可以涵盖整个中国大陆 只带出于种种不可抗疫的因素 现在中华民国管核和政府的范围在台湾 这是当时李登辉的说法 但如果现在赖清德说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这就是中华民国和在台湾 是有点不同的 英文是意思 就是说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隐含的意思就是 台湾也好 中华民国也好 那个管制的范围就是限于台澎金马 我不会接触你任何中国大陆 也不会说中华民国现时在台湾 隐含的意思就是断了 就是说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将台湾放在中华民国之前 而不是李登辉所说中华民国在台湾 更加这个就是说 也否定了所谓的两岸 什么糾议共识 叫做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就是说 马英九的立场就是中华民国 仍然是一种政治意淫 自古以来中华民国的首都在南京 自古以来 自古到1911年以来 中华民国管核的领土 应该是包含书里江 黑龙江那一部分 再加上其实是外蒙 你看看中华民国的地图 是外蒙 虽然是接受独立 但是蒋介石调弃不信 所以今次赖清德 就是厘清基本事实 你不要在意大家 是重叠意淫 外辉条约、清朝、1911年、1949 总之现在的现状就是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有一个叫做Food Stop 是 这个就是暗中也挂回习近平 那边 这个算不算是事实台独呢 那我就认为是不算的 因为他也说过 有中华民国 他现在宣誓的 都是就任中华民国总统 不是台湾总统 台湾总统是外面 是通俗一里成变的 是 这句话 但是也对于中共来说 他是挑动他的非常脆弱和敏感的神经 那你现在习近平一复出 至少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 全版复出的话 刚好现在 赖清德等你全版报复性复出的时候 就带一句这样的东西给你看 那现在就是全国 包括军委那些 就看看你中国 那现在这个最高人 就怎么做了 其实就是一片鸦着无声 因为 值得留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赖清德这批言论 在2004年俄中还签署了补充协定 俄中的边界问题终获解决 至少俄罗斯肯直接直白说出来 原来在2001年大家签了一条条约 互相不追究放弃对方的领土要求 但是中国外交部都不敢出来面对 重提他们在2001年的时候 和俄罗斯已经签署了这条条约 签了都不敢出来说 至少俄罗斯现在这个战狼式的沙卡洛娃 肯出来搏斥赖清德 那为什么要这么归宿 为什么这个鸦着无声 是不是签这两条条约的时候 其实大家心知肚明 中国大陆都自己知道 其实他是放弃了那些不平等条约 被人占领了的领土 不敢直接承认 这个就是现在那个赖清德 为什么他这番这样的说话 引起一个好像你说水退的时候 就看到谁没有穿底裤 起码是俄罗斯穿着底裤 有人就连底裤也没有穿 所以赖清德就职之后 确实是连环出击的 这次对台湾的主持人是第二次 最重要的是5月30日 他在台北总统府和美国的时代周刊访谈 是首次就任以来的 赖清德是对这个时代周刊讨论 他怎么说呢 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 也要利用诚意和台湾民选合法的政府交流合作 第二每一个议题都应该互利互为 例如台湾开放观光客去中国旅游 中国也应该开放观光客来台湾旅游 我们开放学生到中国就学 中国也应该开放学生来台湾就学 他说第三就是中国和台湾交流合作时 都应该有共同信念 就是促进两岸人民的福祉 他不是在国家和国没有向内部 在川普越来迈向和平共荣的目标 对不对 然后赖清德就向时代周刊重申 他说是实实 而且不是第一个说的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互不隸屬 馬英九前總統任內也說過 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兩岸互不隸屬 馬英九聽到最近這兩天就出來了 他說我說兩岸互不隸屬 我沒有說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但是其實你對一般中國人爭論這些字面的語意學是沒什麼意思 其實是很浪費時間 你現在內清德這樣說 是非常之有技巧 他完全沒有宣佈台灣獨立 也事實上是沒有台灣獨立 但是他很明確說 台灣和中華民國是合二為一 而且管轄的領土範圍 主權範圍就是台澎金馬 他對於台澎金馬以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 都要怎麼光復 怎麼統一 怎麼賣過去共同執政 是全無興趣 這不僅是賴清德的立場 他說這也是民進黨的立場 也就是說台灣將會和現在下一代的立場 就是這樣 這也要怎麼樣呢 這比賽英文的8年更加清晰的 而且是透过对美国这个时代周刊说 而这次他就说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把台湾放在中华民国之前 这些就是一种很有技巧和很有语言艺术的政治进取的姿态 问题是你现在这样 中国的他说了你有罪没罪你是不是台独 是不是港独是由他定性的 那你现在定性了又说搞台独判死刑 那现在他走这一步棋是兜口兜面张理军 那又会怎样呢?应该怎样呢? 所以这个要和这个四大板 习近平复出霸板这个行为就是短兵相接 因为赖清德也是霸了时代周刊和台湾的媒体 那你对面霸了四板那现在又怎样呢? 那日后这几个月就不妨再看看 对方不是对岸 是赖清德的对方有什么行动 还是还是那么低调 还是找其他什么军头出来说话 然后李强第二天又占了 这个《人民日报》翻几多板位 这就没意思了是不是? 所以你观察某国的问题 我经常说要带着森林棺鳥的那种科学的态度 用个望远镜记录资料 就不要对这些鸟类发生任何的感情 因为鸟类也好 这个非洲东部的动物大迁徙也好 都是按照某种的自然和动物的生物的规律 它是这样的了 你无需将感性伸延到国际政治和中国人政治的范畴 好了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风云快讯 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多谢各位加入和我们做基本的会员 按个小钟和给个赞 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 多谢大家 今个月9月将会迈向40万订阅 请大家积极订阅和赞 加强我们推荐率 多谢大家的支持 在这个网络世界 泰晤士河畔 都一样可以俯瞰世界的风云谷 风云谷两岁了 我们的订阅人数已经向40万进发 有这么叫人的成绩 传来大家在世界各地的鼎力支持 为了令我们有更充足的资源 做更充足的资料搜集 以及台前幕后都能够继续精益求精 做得更好 我们呼吁大家帮下手 以行动支持我们 利用超级系列打赏 以及加入会员专属频道 风云汇 拜清德肖尾琴的当选 这是美国 其实暗松一口气最愿意见到的结果 共产党和国民党 都是同一个列宁的祖宗 肥妈是一个蓝丝的无知 群众的一个非常之激出的代表人物 特区政府的施政令到蓝丝 那里抗拒 有没有让我看错 判就个个都会判 但等Donald Trump上台回来 是会有转机 张武诚的花名叫做傻佬 黎智英的花名叫做癫佬 这种性格我们一般尋常的凡夫俗子 是难以理解的 这些叫做偏偏我这样吹 是不是觉得和黎智英和梁振丽 有某种的类型 公公敬敬送金融上车 接着和旁边那几个社长组 刚才听到茶三说什么 照他相反的去做 苹果是不会有连载小说的 所以他没有小说的 很多年前他告诉我 对啊 我是给他统战 我有统战的价值 他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连林作如果都关了 所以林作出来 他妈妈押着他道歉 是不是收到电话呢 未来应该是陈国基和邓炳强 这两位人才之争 沈旭暉是八席的婚宴 成千人 这个后面他的师傅叶国华 就是在做一个秦代女不韦的角色 这个很明显的 奇惑可居 那时候确实是想捧沈旭辉出来的 这个叫梁文道 蔡东豪叫我在香港电脑过去 阿草我找你做光明顶 我一个怎么做 我要留天前 不用留天前 我和你盲分瓦戒 有一个叫刘世良 接着刘世良就跟着沈旭辉 叶壬聪 梁启志 朗天 这班人我不认 梁启志未到 王蔚伦 是王蔚伦 这班全部叫青年社会科学才俊 这个人是很不信我 在牛津的时候 他受了左胶污染 我不认他 这个亦都是一个 中共我相信在香港 准备培养为转世灵童的对象 现在只要进入以下连结 就可以即时按加入风云会 和陶生爆剎的patreon 未来的日子 风云谷会继续陪伴大家 正如陶生所说 就算在黑暗中 仍然要怀着一点的乐观 终于 我们都会见到光明的前路 在这里再一次感激大家 两年以来对风云谷的支持 世事多变 小汉风云 下一集 约定风云谷再会 12月亮 二 三 三 四 三 五